辉瑞宣布新冠疫苗实验已经进入5岁以上12岁以下的儿童族群 未来几周更将在出生6个月的婴儿身上测试疫苗 在临床实验中辉瑞将为5岁至11岁的儿童施打2剂 剂量各为10维克的新冠疫苗 同样剂量的第3剂也将提供成人及青少年接种 至于6月以上的婴儿及5岁以下的孩童 辉瑞则施打2剂剂量为各3维克的疫苗 辉瑞疫苗的儿童临床实验有4500名儿童参加 涉及美国、芬兰、波兰以及西班牙等90处临床研究站 就在5月辉瑞宣布9月将向美国食品级药物管理局 申请2到11岁儿童使用新冠疫苗的紧急许可 目前已经获准供12至15岁之间的青少年紧急使用 东西友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导